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就是当女人的手背被人挤压涂抹上眼前的这种特质材料的一刻 她的生命也将很快迎来非常重大的转变 这就意味着经过多年夜以继日的翘首等待 女人因为一场意外而变得畸形的左手也终于是寻找到了最完美的替代 得益于科技上的发展和专业领域技术上的吐露 在保证足以以假乱真不再会招来外人一样眼光的同时 还能够与女人的身体极度贴合感官也是十分的舒适 没错这就是当地十分有名的一家高端意志的定制工坊 而眼前的这名经验十分丰富的师傅正在给女人量身定制的 就是他们通过专利技术所研发制作出来的一种十分先进的硅胶手套 只见师傅先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硅制材料 在一阵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下很快便一比一地制作出了女人的右手模具后 便搅拌起了用石膏粉和水混合形成的石膏液体 这种液体搅拌好后注入模具 然后便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很快凝固成型成为了固体 接着再剪开模具外侧的白色纱布并将纱布和硅胶模具一并取出后 一个大小与实体一致的完美模型就出现在了眼前 不过为了让模型能够更加的自然和真实 接下来还需用电脑和机器在模型的关节处雕刻出皮肤褶皱的纹目 在经过如此一番的操作上色和烘干处理后 一批十分逼真的手脚模型就可以新鲜出炉了 不得不说这家的生意还真是十分的不错 连这种高端定制的产品生意都是一批批的同时进行 确实是相当的哇塞 接下来就到了最最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根据制作好的模型采集到对应另一只手脚的人体数据来进行建国 而女人则是需要根据采集到的右手数据 激进完美地模拟出伤残左手的真实体态 从而得到所需的手套模型后 就可以用铁丝清理掉内部的凸起和毛刺椅使其足够的圆润和光滑 接下来就到了硅体材料的调制环节了 这一步的处理就非常的考验师傅们的眼力和手艺 师傅们不仅要对材料间的配比和反应非常娴熟 手上的动作也得十分敏捷不许有过多的拖延 好在多年的历练让眼前的这位师傅早已是久经考验 很快就调配好了硅体材料并进行了灌注 然后再从手指的根部开始注入足量的石膏液体将剩余部位全部注满 接下来只需等液体凝固成型后再经过如此一番的操作 在手部模型的中心部分钻击出一个小口 用意将模型和铁棒连接起来 接下来就可以剪掉并去除模具的外皮 由于石膏和硅胶的互部粘连 故而在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手掌部位为石膏材料 手指部位则为硅胶的两个不同部件 接下来只需用一种透明胶体在两者的交汇处进行如此一番相互的包裹粘连后 就可以根据机器采集到的客户的人体肤色在经过一阵电脑分析后 得到接下来制作皮肤所需的材料配 然后再根据得到的配比数据制作出和客户肤色最为接近的硅胶材料 并将其覆盖包裹到模型上 然后再经过一番喷涂后以使模型的纹理和色泽凸显出来更加的真实 随着整个模型的喷涂完成 紧接着就到了这次手套打造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师傅们先是要根据样片和客人的指甲进行逐一比对后选取出最合适的指甲样片 然后再揉搓出一种泥状材料并将客户的指甲进行完全的包裹 从而得到最真实的指甲模具后就可以调配材料开始着手进行仿真指甲的打造 到这里整个硅胶手套 就彻底制作完成了 不得不让人佩服师傅精湛的手艺和精彩的创意 那么对于这样打造出来的硅胶手套你又会给它打几分